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平兰 欢迎来到迷路真线 那么现在中美习败会已敲定 10月15日在美国San Francisco上演 那么美国呢说白宫预料习败会后中美关系无重大突破 中美关系无重大突破 那你们不停的要邀请习近平去参加这个会议干嘛呢 好吧 我们这一集就看看目前这个局面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 11月11日17日在三番市举行 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将在会议期间会面 美媒巴日引述消息人士称 白宫预料会面不会令中美关系产生重大突破 美媒巴日引述一名无权公开制评的匿名和知情人士称 华府认为双方能在会后发表一些温和的声明 但两国关系间的根本分歧 仍将继续不变 CSIS中国研究主席布兰切特称 习近平与拜登均希望有意降低门槛 并在会面时试图深入对话 直接向对方传达忧虑 他强调会务将为美国提供空间 以进一步参加政治性工作 尤其是在中国体制内 那么习拜会马上要上演了 白宫这么讲其实也没错 习近平跟拜登建立以后 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实质性的内容 实质性的东西出现 无非给外边看到一种积极的信号 因为中美两国再斗下去就是两败俱伤 如何最大限度的阻止两败俱伤 我们要斗但我们不要两败俱伤 这个就是这一系列的 习拜会要开会之前的 这个做了很多的铺垫 美国呢不停的来中国 许诺一些事情 中国呢也是我们内部啊 也因为中美这个贸易战 中美的这个新人战对抗 打的呢内部也是很僵 所以说呢也要放开 更加的要放开 对吧 中国现在为了挽救经济 都已经允许外资可以百分之百控股 在中国搞这个制造业的这个工厂 对不对 很多外资都是可以可以独资 进入到中国市场 来分一杯羹 所以说中国的这个发展 也是需要这些外资啊 当然了 跟美国嘛 也是要有必要 见个面的啊 肯定是拜登 习近平跟拜登为什么会见面 很简单 肯定是拜登向习近平 许诺了台湾这个事情 如果说他没有许诺 习近平是不会去见他的 但是美国在习拜会开会之前 却又是花样百出 浪什么五爪蟹 到什么波罗蒂亚三国 搞了中国又跟埃莎尼亚 都要断交了 美国在习拜会开始之前 这个布林肯从中东 无功而返之后 啊 到达了南韩 对吧 然后在 在这个日本 开什么G7外长会 那么针对中国俄乌战争 巴以冲突要发表什么联合声明 对吧 你在那边你都没搞定 你就要到中国战门口 要来搞事 什么G7峰会 就就光G7峰会 他们对巴以的意见都是不同的 啊 就要协调一致 没用 然后到南韩去 说要关注北韩和中国的核威胁 你到这里能关注什么核威胁呢 你是嫌中东不够事到 还要在这里开辟 你美国的第三战场 对吧 所以说 这美国人天天在这里忙 这忙那忙的 到头来都是白忙活 我看他们那个IPEF 啊 一个什么数码啊 会议啊 数码的这种谈判啊 数字数码的这种啊 安全这种谈判都已经不谈了 美国对中国布了一系列的局 组织了一系列的会 一系列的谋 一个一个的都被中国给击破 美国现在的真实情况是什么 美国在加沙战争中的外交后果中 被认为受到孤立 以色列无情轰炸 加沙进入第二个月之际 几个国家指责以色列犯下严重的战争罪行 并召回驻以色列的大使 南非总统府部长 昆布佐 恩特沙韦尼 星期一对记者说 不能隆人在国际社会监督下 发生一种 种如灭绝 土耳其 乍德 约旦 玻利维亚 智利 巴林 洪多拉斯 果伦比亚 和南非都召回了驻以色列大使 抗以色列轰炸 造成大量死亡和毁灭 哈马斯政府的加沙卫生部说 轰炸在加沙已经炸死一万多人了 包括四千名儿童 以色列官员说 他们试图减少平民伤亡 但强调他们决心铲除哈马斯集团 他们说哈马斯在医院附近和人口 聪明地区设置重要军事场所 将平民当作人质 那么美国在这个事情当中 对吧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九月批评 俄罗斯和中国在让其他国家 接受他们的选择时是孤立的 布林肯说 他们称政府在他们的边境内的所作所为 只是他们的事情 人权是不同社会之间的主观价值 美国的政策是与其他国家合作 解决全球挑战 布林肯上约两次访问中东 看到约旦和土耳其等美国盟友 批评美国无保留的支持以色列 沃尔特说 对有些国家而言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受到强烈谴责 但以色列占领加沙不受谴责 看着是西方虚伪 当否决那案例会在加拿大危机上 几乎瘫痪时 几十万人在世界各地城市游行 要求立即停火 几万人星期六 在美国国务院办公楼两英零里 参加一次亲巴勒斯坦人的抗议 要求停止对以色列的军援 既然对停火有分歧 美国和中国等国都同意 寻求霸义冲突的最终解决 布林格尚特在他的X账号正式上说 我们继续致力于朝着地区持久 和可持续的和平而努力 所以美国呢 现在在中东这边呢 王二小前被 就是不仅在中东啊 在这个加沙战争当中 他在被全世界给孤立 所以说美国想要到中国来 到中国家门口 你看每次要开会 开会之前总是要到中国家门口 来走一遭 要布点局 增加一点谈判筹码 但你这种做法 你觉得对中美的关系 有任何好处吗 没有任何的好处 只会招致中国的 强有力的反击 所以老并说了 中国现在做这一系列的准备 都在 为跟美国全面撕破脸皮 做好充足的准备 所以说美国准备好了吗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美国准备好了没有 没有吧 所以说他的在全球多个地点 多个维度 一系列的外交失败 让我们看到了美国 这个霸主 还是赖在 这个霸主的位置上面 不肯下来 不肯下来 那现在就是 你不下来可以 把你下面的这些地基 全部都给你平一平了 你自然而然就下来了 所以说美国 现在所面临的 这一切 确实令他非常的狼狈 那么我们再来看 现在这个 所谓面对中国威胁 菲律宾向日本靠拢 两国正在缔结准联盟 法国世界报 驻曼谷的东南亚通信员 及其东京通信员 周二写道 面对中国威胁 菲律宾在向日本靠拢 马尼拉和东京 为对抗中国 正在缔结准联盟 东京和马尼拉 计划签处的新防务协议 是为了面对中国 在台湾及其周边海域的 军事挑战时 与美国盟友 三方合作的一部分 相关文章表示 亚洲的地缘政治板块 正在移动 马尼拉和东京 为对抗中国 正在缔结准联盟 文章写道 日本首相安天文雄 11月4日访问了马尼拉 安天文雄对马尼拉的访问 被称为是历史性的 怎么一天到晚 都是历史性的 我觉得这个词 怎么 我看到特别多 天天都是 都是这个历史性 这个历史性 那个历史性的 你们什么时候 不是历史性的 日本首相 首次在菲律宾 国会两院 联合会议上 发表讲话 即将双方批准了 将分阶段 实施新的安全协议 两国同意就互惠准路协议 展开谈判 这个互惠准路协议 是东京提出的一项机制 该机制通过 特别是简化军队 和武器的路径程序 将允许日本自卫队 和菲律宾军队 在双方领土上 进行训练和展开活动 基本上 这个是一个准联盟 那么我就好 好奇一些事情 如果现在中国 打了日本 菲律宾会帮忙 如果现在中国 打了菲律宾 日本会帮忙 所以这些 都是令我觉得 十分好奇的事情 所以这也是美国 在这里布的这个局 让日本跟韩国联盟 让日本跟菲律宾联盟 让日本韩国菲律宾 共同联盟 在中国东部 形成一条统一战线 但是这条统一战线 它有它最大的一个缺点 就是他们都是一些岛国 它不是一个统一的 一个大陆 对不对 分散的 被中国可以随意切割的 所以呢 这就是现在美国 所布的这个局 美国布的这种局 再来跟中国谈 那确实是如他白宫所说的 到最终也是谈不出 任何结果的 确实没有什么结果 你这样做的话 能有什么结果 这样做的话 只会增加中美的 军事对抗的这个风险 对吧 所以美国很悲观的 去表示说 这个两方见了面 见了面呢 也没有任何的效果 还有一个事情 我觉得特别搞笑 昨天呢 以色列驻上海总领馆 说了 要在中国 要求一些学者 和一些中国的一些专家 在网上讨论中国的 这个 反游的这个事件 我觉得这个属于 赤裸裸干涉中国内政了 中国不支持 以色列就是反游吗 对不对 那那些不支持 以色列政府的人 他们也反游 你自己人都不支持你 他妈的就来 就来说中国来反游 反游这种帽子 别他妈再乱扣了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谁在施加 暴力 谁在做一些 反人类的事情 对吧 啊 你在中国的网上来讨论 所谓的反游不反游 这是赤裸了干涉中国内政 所以我说以色列啊 一直在干涉中国内政 你不贼重中国 中国也不会贼重你 懂吗 啊 什么叫反游 不不反游的 啊 他妈的只允许你 你在这里 随意的屠杀巴勒斯坦人 对吧 就不能大家来批 来批判你吗 来批评你吗 批评你就是反游 啊 然后现在美国之音 也在网上听得在做 中共为什么会反游 啊 所以我觉得 现在这些媒体啊 啊 包括这个以色列 做的这种事情 你越这么做 越越跟我们来对的干 就像你也想把 我们当作加杀的 那些巴勒斯坦人 一样来对付 想炸就炸 想杀就杀 不好意思 我们很强大 我们很有实力 你弄不掉 你弄不了我们 那你在那边很着急 那你咬我们 你来咬啊 对吧 所以我们一定要 从恶性而战 谢谢各位支持